杨总 您好 云川 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 做的没错 彼此彼此 我还以为你会一辈子都蛮新鲜的 不是我说 有些人呢 还是不够成熟 可能是从小靠家里靠关的 不太了解人生的宽度和各种情绪 我确实也没想把我自己的人生 扩穿到麦肩里面 要不 我们开始吧 公事儿聊完了 聊点私事儿吧 这脚怎么样 我和她好了 这事儿 你知道吧 知道啊 不然我也不会问你了 那你问我女朋友现在怎么样 这话让我怎么哄呀 我应该也有问这话的程度吧 你可别忘了 她曾经也是我的女朋友 打住 这事儿咱甭提了 以前那些回忆呢 对于咱们来讲都不太美好 你放心 现在曹晓非常好 感谢店家 以后也弄店家了 杨总 我们真的是老书人吗 老书人也问多种 有一种 这叫做我看你不熟 我就很熟 您说杨总 今天晚上有个餐饭 请有这事儿都知道吗 需要注意点什么 就不用我再重复了 万一杨总想把这些年的 新球这份一块儿巴结出来呢 什么意思 比如 拿投资这个事儿要挟小杨 就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